三位都是非常標準的父親 來… 光是看VCR還不夠 我們要請他們三個人到現場 來這個現身說法 現在我們就迫不及待 請到這位三位 可愛又偉大的父親跟大家見面 來 掌聲歡迎他們 好 今天他們已經飛了 很亮吧 很亮吧 是台爸爸 我們到剛才的位置好了 哎呀 太難了 太難了 來…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這是我爸爸 我的爸爸 我介紹 我們應該是叫王伯伯 對 王伯伯 本姓姓王 這幾個是… 對 講話 我爸爸很少拿過麥克風的 不是啦 我不習慣 你的兒子從事這個行業 這麼久的還不習慣 沒有來過 好 沒來過 這個是王伯伯 這位是台伯伯 台伯伯你好 歡迎到我們節目 歡迎到我們節目 這位是張伯伯 張伯伯 張伯伯我們比較熟一點 對 請問張伯伯打麻將 難得這個機會啊 我們請三位長輩 先跟大家問候一下好不好 來來 有沒有請王伯伯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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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爸爸節 所有爸爸 身體健康 是 這個非常棒 我帶張伯伯了 張伯伯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爸爸節 我們有個榮幸上電視節目 那是必勝之榮幸 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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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台伯伯了 台伯伯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這個爸爸節啊 我想 祝天下的這個爸爸 都是健康愉快平安 謝謝 哎呦 這三位爸爸 這三位爸爸 我光是看到台伯伯 我就發現真的他這個威嚴啊 哎呦 真的是啊 台伯伯聽說以前啊 在這個大陸的時代啊 是是是 那個好像是在軍統局服務的 軍統局服務 哎呦 也就是現在的情報局 哎呦 情報人員 我發發以前是FBI啊 聽說這個伯伯過去當年的 豐功偉業是了不起的 對 那是這個在軍統局裡面 從事顛覆日本政府的工作 這非常了不起 跟著戴笠將軍出身入室 哎呀 不簡單 那張伯伯也是不簡單的 那張伯伯身經大小戰役 哎呀 他就是徐棒會戰的時候 他也就是不簡單的 張伯伯還在 當年十首四行倉庫啊 他媽是軍校 真的真的 軍校第幾集嗎 十九集 軍校十九集 那更是不是開玩笑的意思 當時的時候 真是追隨講功啊 這是東征北發生的 歐一桑 這歐一桑也是不得了的 不好意思 以前也是對八次將軍 我們這個王家 這個已經期待在台灣了 期待了 期待在台灣了 那所以說就不是38年來台灣了 你以前是做日本兵的 不會啦 那個時候我爸爸 差一點點被拉到南洋 去當軍夫了 還好我爸爸個子矮 當了國民兵 要不然替日本人打中文 麻煩 這就厲害了 接下來看看父子之間的默契怎麼樣 考驗我們的默契 好不好 我們請三位 再三位 三位爸爸 三位爸爸 請問三位爸爸 你們的小孩 幾歲開始抽菸的 哈哈哈哈 都幾歲開始偷抽菸 哈哈哈哈 先看小小台 小台寫的是13歲 哎呦 爸爸寫的是16歲 哦 哎呦 知道我還嫌少了 對 那有三年 爸爸完全不知道 哎呦有這麼為止 先看看我爸爸 我爸爸也許就是 不會哦 不會 哎呦 他爸爸知道誰 哎呦 我是十歲的 啊 這樣子啊 我是七歲到八歲之間 爸爸寫的是 初中才的同學 哦 那我可能也大好亂講 你也知道你初中的時候 被抽過一次煙啊 抽出發過一次 初中的時候已經一天一包了爸爸 對 那奧地上 你怎樣一輩子開始吃婚呢 八歲的時候 我們是在市場裡面 那個裡面都有 比較差一點的孩子一起嘛 哦 對 一直拿給他吃 錯了 比較差的孩子 就是比較壞的拿給他吃 你會不會記錯了 會不會他拿給 他拿給什麼 不會錯的 不會錯 他小時候還是不錯的孩子 哈哈哈哈 會不會的開始講 還說是假的 說他十六歲 他十三歲開始的時候了 大概我不知道吧 他不知道我不是 聽說有一個 我爸爸忘記了 其實是我國中的時候抽煙 偷煙 有一天 就被老師發信 我們班導師說 那我要告訴你爸爸 那我就求他不要告訴我爸爸 就求了半天沒有用 沒有 他還是跑去告訴我爸爸 我爸爸聽了以後 他就回來了 那時候我就躲在牆邊偷看 我爸回來以後他也拖地 拖地一面拖就拖到我旁邊 跟我講說 你抽印的事情 我沒有跟你媽媽講 哈哈哈哈 你們自己以後 能不抽是最好不要抽 哈哈哈哈 你這樣子 我們要洗掉飛吧吧 飛吧有沒有打過飛呢 打是打了 但是模樣做的很兇了 打起來是 呃 象徵性的 哎呀 那我伯父您大概記錯了 哈哈 我到現在都還有一些胎記在腿上 吼 我爸爸那打得真狠 連費真寧都一起的 哎呦 那個藤條 哎呦 刷刷刷 那個藤條一打就起兩道紅 對 中間扁的不知道怎麼搞的 對 那現在還研究不出這個原因 那一門功課不及格 五下 那我跟費玉琳一天到晚就是 藏紅 一路藏紅 七顆 經常你看六顆不及格 六五就三十下 哎呦 那個打起來真慘了 第二天 那打完都變成緊緻遊戲了 三連圈插圈插 最後還畫一槓 不關 再來問一題了 你爸爸會不會炒菜 我爸爸會炒菜 你爸爸 會啊 聽說幾位父親都可以搬鬥 搬鬥 我爸爸的菜也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小燕請問我們大家來寫一下 自己爸爸的最拿手的一道菜 是誰 哦 誒 誒 我爸爸會燒的菜太多了 太多太多 不勝美舉 誒 誒 所以說這不是要怎麼能吃 才對的 這就厲害了 好 我爸爸真的寫拿手菜太多 不勝美舉 這這這怎麼寫 我們幫我一家唱福也 那先不讓看一下 那先看那個 開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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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寫的是 燒魚 紅燒豆腐 哈哈哈哈 有一道菜是紅燒豆腐 對對對 是不是 紅燒豆腐 豆腐黃魚啊 哎呦 你是那個時間不夠沒寫魚 魚就忘了寫 寫到這那時候 就寫了 魚就忘了寫 那可見伯父燒的菜 也不錯 魚是最難燒的 魚要燒得好就好了 哎 是不是 那 我們家賣魚嘛 還是 我爸爸寫魚有一套 我看看 燒魚 燒魚 哎 這不錯不錯 標準答案 也是紅燒肉 爸爸寫的是 拿手的太多 不是美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們 三個小孩都走這樣 因為我爸爸太愛表現 他很怕漏掉一點 嗯 因為他你叫他寫紅燒魚 他不願意 我不只這一道 對 來來來來 我們請三位爸爸到前面來 來 今天做了一些父子之間的默契 嗯 其實啊 媽媽跟孩子之間的距離 是比較近 對 因為我們從小呢 你看小孩子他會比較親媽媽 對 因為他硬是從媽媽肚子裡面生出來 那爸爸就常常蠻吃虧的 所以說孩子跟父親間的距離 會比較遙遠一點 滿遠的 聽說我們這個張伯伯啊 這個樂器還很有一套 我們要請張伯伯來表演一下 哎呦 因為我爸爸不會唱歌 台伯伯也不會唱歌 這是這是 剛剛他們三位就已經在後臺都已經講了 已經 推派張伯伯 就一定要表演 哎呀 樂器 這叫做爸爸看的 就酬到這1350塊 這這這 這合覆不知道用不願意 哈哈 跟我們家人用什麼樂器呢 我的樂器 我想最方便的就是口琴 我想吹個口琴好了 看到沒有 最方便的是口琴 意思就是 還是會很多了 不剩美局 哈哈 比方一個口琴的話呢 那我呢 用吉他來幫他伴奏 嗯 好 好 好 太精采了 在今天我們要註問這個 王伯伯 台伯伯 張伯伯 希望他們三個人 這個身體是一天比一天好 日子一天過得比一天更快樂 永遠快樂 好不好 那麼也祝福 也藉這個機會祝福全天下的父親 都有一個非常愉快的這個父親節 好不好 我們掌聲給他們三位鼓勵鼓勵 謝謝 休息一下今天我們的 小心撞地球 無敵